李宗人回忆录 李宗人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十四章 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一 黄绍红字迹宽 荣献山嘴村人 生于书香之家 天资敏慧 为人干练 并负冒险精神 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 他是第四气 低我一般 辛亥革命时 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 伺候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毕业后 又入保定军官学校 民国主年冬 毕业回广西 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 陈炳坤任广西督军之时 邵谭遂在当时号称 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 任见习官 民国六年夏季 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 由马晓军任营长 黄旭初等任连长 邵谭与若干陆小同学 如白崇喜 夏威 陈雄等 都在该营任连赴 世年秋季护法战起 模范营 曾奉调入乡 改编为香月桂联军总司令 谭浩明的卫队营 护法战事结束 卫队营于民国八年东间 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 乌小军任团长 黄旭出生为团父 黄绍红 白崇喜 具升任该团连长 当民国九年 我们进攻 新兴李耀汉锁步时 该团应训练有素 军纪较佳 被调来赵庆街坊 越贵战争 贵军失败 该团也由广州吸撤 我们退却时 被追军结成两段的路不为之役 该团任我军右翼 协同将越军击退 民国十年越军援贵战争发生 绍潭等正随第二团筑防摆设 路 潭政权崩溃后 马小军受马军武省长 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 下辖武营 黄绍红 白崇喜 具升任营长 马小军锁步筑摆设 玄鹿 潭残布 为刘日福所缴线 马 黄 白猪人 幸得脱险 其后马收集残布 并收编民团 河边为六营 以黄绍潭 白崇喜为统领 各统三营 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 白崇喜因腿部跌伤 去广州治疗 越军东下回越时 马步被调回住南宁 马步到拥 而广西随进都办刘正环 被散军 其民团围攻 放弃南宁 向广东清 连撤退 马也帅锁步签余人 退向清 连 行底临山线 蚂蚁军实无着 前途渺茫 把部队交黄少潭统帅 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少潭这一支人马 正在流离失所 他既是我陆小同学 军中作风 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 便有心请其率部来御林合作 他的四哥黄天 则于辛亥革命时 曾随学生军北伐 自我军移住御林后 和我常有接触 我便委托夭泥泽 再往连江路上等候乃地 请其来御林合作 天则此去果然一说即合 少潭随即率所部千余人 开入我的房区 于是 一时有了着落 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 因此 官兵异常欢腾 我集委黄少潭 为第三支队司令 并指定其故乡荣县 为其房地 少侃来归之后 我军实力大增 有两个支队 增为三个支队 其实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时瑜 第一统领 于作博 第一营营长 李明锐 第二营营长 林竹房 第二统领 中组资 中组资 第一营营长 中组资 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合武 第一统领 武亭阳 第一营营长 武亭阳 兼 第二营营长 尹成当 第二统领 陆超 第一营营长 陆超 监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 黄少洪 第一营营长 夏威 第二营营长 陆延 华甫 第三营营长 维云松 炮兵连 机关枪连 二 民国十一年下 两月政局 又起急剧的变化 因陈炯明叛变 中山先生 在户西调颠 贵阁军东下讨臣 当时首先接受 中山委任 率部进攻广州的 为沈红英 沈氏 细泥水匠出身 后沦为盗匪 辛亥革命柳州 宣布独立时出售招安 遂扶摇直上 成为莫容兴的 心腹大将 民国十年 越军援贵时 红英担任贵军 左翼军总指挥 即贵军中路 为越军突破 贵局瓦解 沈氏靖通殿 诋毁陆荣亭 促其下野 此举颇为贵人所不耻 越军 也以他为诈祥 沈氏自讨没趣 帅所不万余人 避入湖南的平江 刘阳 因此引起乡军对他的围剿 经北京政府的斡旋 沈部乃一柱江西的淡州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 沈军乃成桂林空虚 篡回桂北一带 实力增至两万余人 这时 正值群雄风起 八贵无主 沈红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 故派说客四出 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 便是我部三千多人 枪和六七县地盘 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 协令一代表刘某 前来御林做说客 沈荣光曾一眼南宁将校讲习所 是我教过的学生 这次贤富命而来想收编 我做他父亲部下的师长 我因红英曾当土匪 所不封济荡然 上下全平陆林豪杰式的一起相维系 实不足以严君旅 所以我自始 极有轻视红英之心 加以他反复无常 早为两月人事所不齿 我如何肯听他收编 因此当荣光提及乃父之一时 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 如果你们再不长进 仍旧胡作非为 将来说不定 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 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 这时论实力 沈洪英当然抢我十倍 不过他在家里 我在御林 他鞭长莫及 莫奈我何 沈洪英向我勾搭 虽未得手 然不久 他奉中山密令东下 讨伐陈炯明 却一帆风顺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 审核滇军杨西敏 贵军刘振环 由吴州 赫县奋进河基 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 这时 各路讨陈军时 以审部为最强 一月中旬 陈炯明通殿下野后 沈军盘踞广州 威风一时 随后 北京政府 竟为沈洪英为 广东军务都里 沈也首属两端 居之不宜 到二月初 中山先生自护反越 组织大人率府 许崇志也率军自敏边反越 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 那时 东江虽有陈炯明不盘踞 然西 北两江 仍属沈氏势力范围 声势 颇为宣赫 沈氏之外 另一位向我们御灵方面注意的 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亭 陆市于民国十一年九月 城广西混乱时 从越南回到龙州 纠河旧部数千人 意图重整旗鼓 掌握全省政权 石蒙人前在南宁自称省长 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 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 伟林市委广西随进督办 陆荣亭回广西后 北京政府又加伟陆市委广西边防督办 令伟张祁皇为广西省长 此向伟令自然引起盟 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亭以边防督办名义 不便指挥全省 玄受益部队和人民团体 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 他便由龙州移住南宁 到了南宁 意欲整顿全省军队 故发布命令 改编各部队的番号 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边乱后 人是全非 即使陆市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围 不复听他调度 援助南宁一带 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 和自治军的蒙人钱等 在陆荣亭回拥后 深恐危机控制 都纷纷撤离南宁 陆云高部沿江东下 并派人来御林 向我商界跪县暂时驻扎 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 但为避免冲突 保存实力起见 我虽将锁部撤出桂线 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 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 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亭 另颁番号 及委任状 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 亦由陆市明令改为 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 我任旅长 下辖三团 由三个支队司令 李时渝 和武 黄绍阳 分任团长 当时 我因实力有限 未便与陆市举语 故对其委任 即为正式接受 亦为正式拒绝 为了此事 我在本军司令部 召集了高级官场商议 各司令都不愿改编番号 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 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市所给予的番号 那我部下各司令 都需改为团长 团长就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 来得光辉 商议结果 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 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 其他一概如旧 以改头儿不换面了之 民国十一年年底 陆荣亭来电 邀我赴五名一行 五名是陆的家乡 陆在比住有华丽住宅 并修了专用公路 自五名直通南宁 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 我到了南宁 陆市派他专用小汽车 来接往五名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五名 陆荣亭对我十分礼遇 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 陆市在闲谈之中 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沙 他说他制粤时 带粤人不薄 胡展堂 汉明 等常来五名访问 瞿军胜意招待 湖南的谭严凯 在其本省失败时 也曾到五名访陆 陆说他曾一次送谈市大洋二十万元 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 取英史谈市便于出省使用 故以大洋赠送 陆市说 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啊 但是他们此次入境 竟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 你看 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 月军烧剩下的 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 陆市所说的盖属人情应酬化 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 我就告辞 乘汽车到南宁 盘缓了两三天 探访亲友 仍回玉林 那时 陆市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策承报 以便统筹整编 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 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市劫治 我军在民国五年成立时 集合陆市无甚历史渊源 自更不愿受他劫治 广西全省 一而形成了王刚截扭 诸侯割据的局面 而野心的地方领袖 却又分途兼并 以扩充一己的势力 这时 我的第三团团长黄少洪 已在荣县休息了七八个月 久禁私洞 目睹两月政局纷乱如麻 急遇成绩向外发展 因而有出师吴舟之举 三 黄少洪出师吴舟的全盘计划 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定的 他原来的计划 是应沈红英密诏 前去广州 因沈红英的收编各军计划 虽在我处碰壁 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署 住在荣县的黄少洪 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少洪有一堂兄黄少洪 在沈市总司令部人秘书 沈红英曾命黄少议 秘密做媒介 毕少洪以贵军第八旅旅长名义 主其速率所部驱广州 黄少洪因困居荣县 发展不易 虽为其山货 跃跃欲动 但他究竟是我的部署 并敢我收编扶植的情谊 如不辞而去 就计同背叛 乃于民国十二年二月间 自荣县来御林 秘密向我陈述中取 他说 我们久困御林无数 终非办法 应该呈两月政局动荡的时机 图谋发展 方为上策 虽将沈红英如何向他活动 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 告诉给我听 希望我对他有所珍贵 我听后 思存黄氏是个不受鸡迷的干财 挽留不易 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 一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 但我却指出几点 请他注意 第一 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 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 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 实力是否充沛 我们驻扎此地 并非终老此乡 只是养情蓄锐 待机大局 我军除中级以上官座 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 下级干部多系行武出身 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 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净旅 等时机一到 我们才能功无不可 再有 照我的观察 沈红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 四处树敌 最后必然失败无疑 若不揣失夺势 而图一五 六百支枪的小部队 去依附沈氏 何能发生作用 一旦沈军崩溃 则覆巢之下 宁有顽卵 旷沈的为人 击井狡诈 反复无常 早为越贵人士所不持 所以 依附沈氏以求发展 不特如探虎学 凶多吉少 且与同流合污 是将终身洗刷不尽 如别人赋予名义 尚可考虑接受 为沈红英赋予的名义 绝不可轻易承担 邵红听了我的分析后 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 东下以图发展 并非真诚负计审市 志出处和危险一层 他是不十分重视的 我说 冒险犯难 故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 志向外进取的原则 我更是绝对赞成的 不过自中山回广州 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 对沈红英的骄横跋扈 以严加制裁 相信不久 必定爆发战争 此时只可与沈氏 其其左右须与尾夷 疑似战争白热化 沈军不知之时 集帅左部潜入苍巫境内 乘须袭取吴州 断其归路 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 越军相呼应 借以沟通越贵的革命势力 然区区一团人 恐不能完成这一 伟大的革命使命 待时机来临 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 和你一致行动 绍红听了 深以为然 并忠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 而我也颇以皇室能坦白 相告为位 此时为以后我们统一八贵 团结无间的因素 皇室回荣县后 便按照我的忠告 放弃去广东的计划 到3月20日 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 为广东军务督理 4月10日 沈以以皇为名 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 到16日 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 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 战获遂起 沈军遂得北军方本人 开入北疆驻站 仍节节败退 到了4月下旬 沈军已全线崩溃 分水路两路向广西撤退 当月中战事发动时 皇室及及电我 报告郑帅所部向苍武挺进 请派队伍跟进支援 我急令李诗鱼帅鱼做博 林煮坊 刘志忠等迎前往 到6月初 皇将部队集中于吴州上游的荣围和新地围 皇室为探明月中战况起见 特钦到吴州向邓瑞珍擒领响诞 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重喜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 也秘密赶回吴州 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伟 黄绍红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 黄和白 臣会面于他的包凶重安家里 绍红乃之沈红因失利 正在总退却中 现聚首赵庆成的沈部黄镇帮一旅 已被天元帅俘虏 海两军所包围 绍红之袭击吴州的时机已到 为实力尚嫌单薄 那时他一片得享若干 答应转回荣为房地 即通电就第八旅御掌心职 陈雄仍返广州 黄氏携白重喜返抵房次后 即亲笔喊我 派白重喜和李世渝两人 新夜送到御陵 信中说 为御房万一起见 请我再派两银前往 以增强战斗力 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我也认为用兵之道 不可患得患失 军寻不前 只要认定时机成熟 必须以雷霆万军之力 以争取最后胜利 乃令武庭阳帅锁步一营 坚诚向吴州进发 这是我和白岁喜初次详谈 他身穿整洁的西服 谈吐冰冰有闸 头脑清楚 见解卓越 他对中山被急推崇 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岳 贵 颠戈军 则都有不满的批评 为对梁洪凯第一军中的第一师 李己身所部 却认为人才济济 作风新颖 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 我和他彻夜开成清谈 论列当前两月全盘局势 我认为此番习取吴州 已如探囊取物 无需费多大气力 此后彼此 应羊座分道扬镳 以免数大招风 遭人妒忌 并希望他们在吴州方面 尽力联络月中 新兴革命势力 历经图治 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 暂时和陆荣亭治下 各就势力虚与尾夷 以便养精蓄锐 等待他日 彼此奋进合机 打成一片 此一决策 只让高级干部 三数人知悉 其余则严守秘密 以免愤世 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 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 以后我和白氏 共事二十余年 推心致富 患难与共 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 我二人只一笑置之 世人多有因此形容 李 白氏为义人 思中 义绝当之无愧 黄少洪此次派白 李富裕请兵 拾出于于作柏的阴谋 李氏鱼回到岑溪时 介于非宋异性 魏德公左右 虚人相助 请到御灵后不必再来 前方只会作战 作博可以完全负责云 白重洗邪武亭阳迎刑后两日 林竹房 刘志忠 帅步到御灵面包 为李司令动身后 预计在新地围 集合三营宣布 李司令已回御灵 部队交起指挥 我们不甘 随于叛理归黄 顾秘密 又见到拔队回来云 零 刘两营长 不知此中秘密 而由此误会 信武营补上 黄步不知太弱 白重洗邪武亭阳部援军到达 黄急 近隙吴州 发动之日 黄步城黑夜 先断绝水路的航运 拂晓十级扫荡 沈部外围 到此 邓锐争芳如梦中出行 仓促帅残步向信都 赫县逃窜 当黄步 攻进吴州室内之时 由沈军收编不久的冯宝出旅 早与阅军暗通生气 智氏乃不告市民 脱离沈军而独立 并愿与黄绍红合作 拥护大元帅孙中山 冯氏系一赌徒 善于钻营交际 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 而归附沈红英 冯英与身商交由甚广 系吴州的地头蛇 自以为有恃无恐 然就难立足于革命阵营 宣被黄绍红又至花坊上 生情枪毙 当黄步占领吴州时 岳军先以攻陷赵庆 总指挥魏邦平 及统帅大军 分成传舰上使 当日下午 蜂拥进入吴州 西江面上 足其避空 即一时之胜 聚云 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洪凯 第一师师长李己申 第三师师议长郑论齐 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明书 陈己堂 张发奎 邓免达 蔡廷凯 蒋光奈 薛月 严仲 黄祈祥 前大军 湘汉平 陈成 李汉魂等数十人 这是两月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 广州大元帅府 任命李己申为西江上后督办 住节赵庆 设督办 行属于吴州 除月军第一师的一步 留住吴州外 其余月军都退回场东 李己申是苍无县人 陆军大学毕业 一向在月军中任职 财高心系 魂厚忠诚 以贵人 在月军中久任要职 亦非偶然 李从此常驻吴州 颇能与黄绍红京城合作 月贵双方都赖其作戒 而融洽无鉴 四 自沈红英败退贵陵 吴州底定 黄绍红乃 正式改编其所部 独树一帜 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 自组其广西讨贼军 总指挥部 以白岁喜为参谋长 下辖三团 以鱼作伯 武亭阳 下威分任团长 共有人枪三千余 瞿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 以讨贼相号召 远可独当一面 无须再受我节制 所以黄绍红此举 破得我的谅解 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 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 阅军 贵军 枕玉之见也很深 前刘正环受中山伟 为广西善后督办 贵人竟群起而攻之 称他为反骨子 自治军的兴起 就是以克军 和这批反骨仔 为攻击目标 民国十一年冬 滇军杨熙明等 奉大元帅之命 去到广西东下讨臣 广西自治军 竟误以为克军入境 分起向滇军袭击 我不当时不明真相 也曾派对配合其他自治军 向贵平滇军进攻 后经他们派人解释 误会才归兵时 由此可见 自越贵战后 贵人贤恨克军的一般 现在黄绍红以三千人枪 居然敢以讨贼自命 和全体贵军为敌 使因我屯大军在御林 护城鸡脚 做他的后盾 而我军 则仍保持广西陆军 第五独立旅的番号 保镜安明 和越军全无关系 广西当局 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 各地方军首领 虽心怀一计 也无此以邪我 同时 唯可贾绍红出面 和广东大本营联络 亦则可使两越革命军人 互通生气 有事彼此支援 再则可以减少对越军的顾虑 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 所以 黄绍红的读术一致 时事与我互为表里 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署不明此理 有时尽妄图非分 致惹其许多误会 其中最错误的一位 便始于作博 作博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 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 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 郁郁不得志 很想来 我赢作连长 但苦无缺额 后来临虎直属的游击队 蒋旗帮统的营内 有连长出缺 我应和蒋旗交情很好 来力保作博冲任连长 这是他带兵的开始 后来蒋旗奉调到 欣欣进脚李耀汉残步时 作博曾率其全连官兵 作有计划的掳掠 黄绍红在其武师回忆 内所说 临虎第二军中 有鼓励士兵发扬财的某军官 便是止于作博 是为蒋旗所惜 大为震怒 要将于事撤职 作博大恐 来向我求情 请向蒋氏缓家 历臣他是有计划的劫财归功 胜于任由士兵辱略的一套谬论 眼下涕泪纵横 撞击可敏 在他历史改过自新后 我乃替他说相 得免撤职 似后蒋旗阵亡 我保见他升任营长 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 作白也随我入山 那时全军绝粮 情心极为艰苦 作白旧性复发 曾建议我派对下山 向临山县一带富户 去打一两趟生意 到了我们下山寿边 他又想向当地富户 乐派巨款 他的建议 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 然而我若稍微所动 取便可乘机去做了 于作博为人野心勃勃 而性喜俱敛 我们自欲临仪房贵县时 陆杰阅君 是作博擅自决定的行动 在贵仙乱枪务必马生长爱望 也出自他的命令 总之 做百事才过于得 偶可为用 而不可为有 此次他驻皇少红进宫雾州 原是奉我的命令 而去的 在开始进宫的前夕 他呼怂恿李氏于司令回玉林 向我报告请示 李刚离新地为房地不久 于集专人宋涵来追李司令 请李回玉林后 不必再回苍吾 前方战士 他可待半指挥云 原来作博是调虎离山 李司令一去 那树营部队是将规取掌握 羽毛丰满 大有可为 此间勒不思熟矣 显然 是和我脱离部署关系 这消息传出后 我军中愤怒之声四起 众人不知做白所为 竟迁怒于少红 他们以为 少红借我们本前起家 现在竟然诱出我的部将 背叛本军 关于此事 我倒反能处之泰然 待我袍则 随我转战数载 艰苦备偿 大家原是患难与共的道义之交 至此省政无主之时 我为树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和本军上下袍则的福利 谬成推代 填总是干 我绝无封建时代 要求不取 向我个人效忠的腐败观念 凡我同仁 何则留 不何则去 个人远可自作抉择 这样虽为军纪所不容 然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未可夺制 强人所不欲 亦我之所不欲 若处处为我一己打算 恐三军上下早已离心了 由于我本人态度坦然 一时愤愤不平的部署 也见趋宽恕 性未酿成风波 终使少红二度服从节制 组织定贵讨贼联军 电力日后统一广西的基础